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就是把领带脱松一点 就是战神下班了 但是有话要讲 另外一个就是穿着白衬衫 黑裤子 那可能是立委知道出去走一走 下雨的话就失背秀 没有的话就是 这个是有点战斗状态 或是要身体要动 还有一种就是 这个广场的时候也会穿汉衫 穿汉衫你的肚子有点大 你要小心一点 不符合战神的形象 你看那个阿基里斯 你看那个 Brad Pitt演 特洛伊城阿基里斯 人家的盔甲穿的 拿下来之后六块副接 跟盔甲上一模一样 好好反省一下 欢迎你 欢迎你 谢谢主持人的邀请 不要讲主持人叫韦中哥啊什么 其实接到这个邀约我蛮意外的 真的啊 因为就像我刚来的时候跟你聊到 然后我就请我的同仁 跟你的制作人 说你没有反刚 没有 他们说没有 所以我因为我今天算是 还有时间值 算是第一天 第一次跟韦中哥见面 对 所以我来的时候有点忐忑不安 为什么 想说你今天到底要拷问我什么 我不会了 我们是聊天 我觉得任何人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你的知识啊立场啊想法 都是后天的嘛 那先天都是动物嘛 就好奇嘛 好 对 那这么大的原言里面 看那个动物好奇过去聊一聊嘛 好哈啦哈啦 今天韦中哥问什么 我就答什么 好 没有了我是 我是举你的人格特性很有意思 所以为什么叫战神的战场在哪里 我现在看你的直播 我觉得直播很精彩 谢谢 对 非常感谢 也敢讲 这个话从你嘴巴听起来 真的是一个太大的恭维 不是也敢讲 然后林黛会打松 然后说事情调理也分明 然后有时候拿冲啊拿些道具啊等等等等 我觉得比你咨询的时候还精彩 哈哈哈哈 你咨询的时候 你咨询会会对象不对 会发火吗 其实大概都有个巡系渐进的过程啊 因为我其实跟以前在立法院服务的时候 面对那些政务官啊 其实我我喜欢把事情讲得很清楚 对 但是我的问题很具体 嗯 那我觉得说欸不管是对不对 嗯 要怎么做 那就请你针对问题回答 对对 但是他们就喜欢散 散是他们一定要训练 那先天的训练 心里面就觉得已经有长官跟他讲了 不要回答的太清楚 对 但有的不仅仅是散 对 而且是说谎 对 就见到立委要见得轻一点 离得远一点 哈哈 叫叫得轻啊立委你好 再离得远一点 所以我那个时候在立法院咨询的时候 大概韦中哥也知道媒体的生态 嗯 他们前面那一段 嗯温文如雅的 嗯是不会剪 嗯 他们大概只会剪后面 对对对对的那一段 对 所以我大概就被冠上的一些封号 像什么咆哮啊 诸如此类的 大概从这个地方来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某些东西是需要了 狮子有时候要吼一吼 你试着做的吗对不对 对我试着做的 我有时候慢慢看就穿西装 就开始变成穿白衬衫了 我大概就有点了解你的心情怎么转变了 哇你好厉害 就这样 不过今天你看今天邦上杂志谈的就是那个 IMB嘛对不对 是对这个所谓所谓的洗这个 非法吸睛了 是 有点政商勾及的弊案 基本上有部分已经症结了 是 我一看这个名字 我觉得这对方很很很嚣张 嗯 IMB就IMBank 对他是银行 对对对 他敢他敢取这个名字是 他就是用这样来吸引人的 对就这个方式 我觉得我觉得自古以来 从洪洋外不管怎么 一路下来 吸睛案一定会成功 是 老百姓就会受就会受骗 这么多年了 这个吸睛的东西已经几十年了 对 对 在吸睛的过程当中 对 你如果要成功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个伪装 对 有个disguise 伪装 那个伪装就是 你要不然就是 你很成功 嗯 你的政商关系很好 很好 这很重要 你的后台很硬 对对对对 所以你会发现说 哎 怎么跟他往来的 嗯 其实都是一些政商民流 还有些照片啊 名片各方面来讲 做佐证 对对对对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说 其实那一种 根本没有真正的一个 真的job的人 嗯嗯嗯 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一个job 他的job就是在骗人钱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会花很多时间 对对对对对 去经营那一种关系 大公关 对对对对对对 那甚至是呃 撒钱 对给政治人物 可是我说的意思是说 西津的公司 自古以来 几十年来 都是玩这个游戏 老百姓已经知道很多了 还是会上当 是就像你讲的 你现在也不是立委 你做个直播就是一个 然后你这个团体 是一个公民团体 我写这个公公益接壁 这个继吹哨者保护协会的理事长 是 你是个公民团体 对做公民事务 是你的公民 你是希望他听得懂你想的话吗 是啊 好你觉得有多少人 你在你在这个直询的时候 或上节目的时候 或你穿各种衣服的时候 对你这个很多接壁的 条理了解的吗 了解有多少 我这样说好了 对我期待 这是你的烦恼 对我期待会有越来越多人 嗯能够呃知道 嗯我在说什么 对我想说什么 你觉得你不然你说这个公民社会也好 你一直认为他们 我一直听你讲说 我们现在的公民社会很成熟了 我真的不觉得我们公民社会很成熟 这么多年来 从我的角度 我必须要说 就是说我希望带给年轻人的 对 是给他们一些鼓励 可是先你知道 对我也希望 我这个年纪我也希望 我们还是几岁了 可是你觉得我们的年轻人一票人躺平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会 譬如说以我来讲 所以为什么访问你 因为我觉得你没有躺平 你那活力还在 50岁了对不对 对很好 你还是希望做这个事情 过了半百了 狗屁 那还是半百算什么 我觉得那个 你还是让年轻人了解 你一直说我们公民 你认为我们的公民社会 经过那么多年的民主犀利应该成熟 我真的不认为我们不成熟 你讲话 你讲话已经很清楚了 对不对 而且还会有时候 还会笑人家政府官员干嘛 那个笑还蛮讨厌的 蛮好的 可是你讲的公民社会 我觉得就很多人看你直播 会看你咆哮 只看到咆哮 没有看到你讲那些事情的挑里分明 那些过程 我觉得我自己了 了解吗 承不承认 承认 我其实自己也常常在反省这个事情 就是说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让更多的朋友 能够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在乎这些事情 那以及让大家真的可以听得懂 我在讲的事情 因为我以前的工作 是一个老师 那我教的对象 你教人家高考 对 然后我教的对象就是大大学生跟研究所的 嗯 作为一个老师 我们永远要反省的事情是说 当我讲的学生听不懂 就完了 那是我的问题 不是学生的问题 不是这个叫target target audience 那时候学生都是要考高考的 考什么司法官 什么东西 你教那个 而且你也很成就 你教他听得懂 可是你现在的公民社会是 其实这就是你想的 其实你说法部要做些什么事情 你想做法部部长吗 法部要做什么事情 很多人不知道法部要做什么事情 不懂 法部部要做的是多了 对很多很多 但是说法部也讲了 我们做就是安心安全安定 让老百姓这是最简单的讲法 他讲的是喜农词 对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你 所以你怎么会认为公民社会 或小孩子有没有去找 你要不要知道 小孩子在教育时候有没有教这个 你读小学时候有没有读 中学们教过这个 中学们教过这个 我们那个时候或许没有 就比如说我要 我要爆料 你知道法部有个我爆料专线 我要爆料 他被被被霸凌 被某一种官员或什么样霸凌 他跟你这专线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这个有权利 公民有很多权利 但是 您说的都对 对 但 我补一句话 是 很多人 如果不知道法务部那个爆料专线 我觉得也无所谓 好 因为他的可信任度 是要被打个问号 好 可是他先基本上去了解这个事情 再去看到你 你讲这样讲 他就像我们这个程度会了解 对不对 我们做政治讽刺也做了很多年了 也从 我从第一次开始投票到现在 都几十年 我无意不语啊 你每次都投 每次都投 成熟的公民 这我是成熟的 对对 成熟的公民 那所以我要了解很多事情 不管不管做不做得到 不管这个事情跟我们人生有没有关系 我只活一次 我当然了解我的票给投谁啊 我这老兵的孩子 我也说没有投公民党 是 对 就像这样子 同样所以你的公民也要了解 我们黄国昌呢 不光是打绿的 也打蓝的 对 那当初你时代力量 你的立委 你的立委 或者你的那些伙伴 他知道这一点 他们应该要知道 但他们知不知道也赞不赞成这一点 他们一定知道 站不站成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你的你自己时代力量的这些 这些党员 这些朋友 一起打天下的人 他们都不没 他们后面知识都不够 但我觉得要说 要分不同的阶段 就是说 我过去担任时代力量党主席的时候 我有我的路线 我也有我的坚持 他们一定知道 那他们认不认同 那是another story 对 但可是你是执行党主席啊 对 但你说以现在来讲 对 我没有任何党子 对 所以我不会去跟他们说 你们一定要怎么样 我一定不要怎么样 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 战胜的战场在哪里 就是说 其实你讲 你接B案也好 或你认为这个崔少哲也好 或你对很多台湾政治状况的了解 你从中研院出来 这一路以来 我觉得你很优秀 讲得也很清楚 而且你现在有直播 所以你很重要 不敢 不敢不敢 你说公民手很成熟 这件事情 你不以为 我杀了你 还不到 我觉得还不到 那这可是基础很重要 所以如何让你的学生 扩大到一个层面 等等等等等等 你直播社也还会讲啊 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 你那个态度是个满有意思的 那如何让更多 甚至有一天 有中学生 或小学生说 哎 郭昌伯伯 或郭昌叔叔 或郭昌哥 叫你郭昌哥的时候 你就正点了 现在还真的有人叫我郭昌哥 那就好了 对 但是不是中小学生 是二三十岁 中小学生应该 开了解 开了解 我们到底做一公民 到底什么权利的 不能老躺平 老Uber 麻烦 好 我马上回来 OK 可以聊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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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么扩大欧敌人 这的这件事情 我必须老实说 苦恼了我很久 如果你看我比较早期 我离开立法院以后 我做的那个YouTube 我是做一集一集的 叫做KCI调查局 那那个我就是一集讲个案子 然后我希望在20分钟内讲完 但我在做KCI调查局的时候 其实我那KCI调查局里面的资料 都是我们团队 花很久的时间把它堆叠起来 而且是很扎实的 但我后来发现说 那个KCI调查局在 在YouTube上面 嗯 它的TA 它的受众 是比较窄的 所以到今年 开始做直播以后 我才开始调整一下 风格 我觉得50岁了 可以交到不同的朋友了 可以交点 或看点不同的东西 是 对 你八尺门辩论的人看了没有 啊 八尺门的辩论 没有 看一看 好 对 不要这么聪明的人 看看左边的东西 我觉得你那个很那么聪明 50岁可以换你读书或思考的模式 OK OK 我觉得了 是是是 就聊聊天嘛 谢谢 谢谢 我的话就是 就是这个 不要我觉得你制作的节目就 你的TA就很广 影响力很大 那也是自己 也是也也也也 没有什么影响力 我不太我做创作 我不太有目的 可是我要我至少让我自己的生命里面 每个人能够接触得到 我讲一个事情 你不要介意 不介意 我好像上个礼拜 去录公事一个新的节目 他的TA 就是你刚所讲的 嗯 国小 到准备要进大学的高中生 大概这个range的人 嗯 那个时候他们在聊的时候 聊到个节目 叫做康熙来了 嗯 然后他们问我说啊 康熙来了如何如何 你没看过 我没看过 白痴 哈哈哈 你没看过合理 就是你讲 你本来说这个事情我合理 你看你很多交通会讲说 这个事情合理 但是你但是后面是讲说 其实你对这个事情 就像我讲就是说 你很就就你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该办就办嘛 因为你是法律人嘛 是 就这个事情不管我违法或违禁 你不该办就办 我接受嘛 是 可是在媒体界就把这个弄得很大 他会就会dramatic 戏剧化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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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王伟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战神黄国昌 我们给我们的时代力量成立委 我讲的不是讲的 我是公益揭闭 即吹哨者保护协会理事长 是 对 你这个会不会有一个名字 就让人家很简单了解 我黄国昌现在做的事情 是一个公益团体 这个团体专门揭闭的 其实他包括两个部分 对 一个是公益揭闭 对 一个是吹哨者保护 对 因为吹哨者保护法还没通过嘛 所以各位 如果你们对 在你的工作场合 或者看到政策 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提供给我们 是 对 每个人都是自己公民一份子 你有权利 有义务去做一个 如果是贪腐的事情 你要做一个调查局 是 调查 调查员 是 对 而且你其实 柯文哲希望如果说有一天 他如果当总统 希望做法务部长 对不对 你也不反对 第一个谢谢他的好意 第二个我还是把他看成是选举过程当中的政治语言 不管他 但是你这个公益团体其实做的也像法务部的某些部分 是 对 所以这个不能说你是私人的法务部长 没有到那么大 对 因为他项目很多 法务部的工作太多 但是你基本上对揭蔽这个事情 跟保护者 吹哨者保护者 你特别在乎这个东西 是 是 好那就讲回来 那如果 但是你认为说 如果有一天你做法务部长 你说过一句话 你说一定这个上面这个办总统 或者是相对性的长官 要完全挺你 才能做事情 是 对 你自晓很多事情是有人完全挺你吗 我不知道 但是那会是我的条件 就是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 那我问你这四个人里面 现在我们这四个大家都知道 你认为谁 谁就是你浮面的了解好了 你觉得谁最有杀 是会挺一个法务部长 挺到底 因为台湾的台湾政商这个贪图事情 实在太多了 我这样说 就是说 其实你也知道 我以前 可能对于很多 泛蓝的朋友来讲 他们看我是看到绿色的 因为我跟民进党走的比较近 有一段时间 是 特别是在 2016 马政府执政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参与一些公民运动 然后到2016 跟民进党合作 反媒体 对对对 然后进了立法院以后 嗯 那呃 所以我自己 过去其实 赖清德在当行政院院长的时候 我有近距离观察过他 嗯 那呃 以我过去所认识的赖清德 我觉得他会挺我 过去你所认识的赖清德 是 所以现在 现在呢 现在我 必须要老实说 嗯 我不知道 我我会打一个问号 好 那其他三个你没有什么接触 对不对 那第二个事情呢 第二个是侯友宜市长 我基本上跟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接触 了解 但呃 我会觉得说 他在国民党那个文化里面 嗯 其实他 最近 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以后 嗯 他的一些发言 跟一些事情的立场 嗯 我觉得已经有开始有一些 跟他以前 在当新北市长的时候 不太一样 好 了解 好 你快点就不要像小时候就结巴了好不好 哈哈哈哈 你这不是很好的 想法很顺的 那郭台铭我就不需要老实讲 是完全不熟 OK 我根本不知道他的 所以不以致评 他的personality 就是他做总统会被挺一个法副部长 是 这样你不了解 那第三个我觉得呃 柯文哲 他看起来是最没有包袱 嗯 那只是说老实讲啦 齁 就是说 我不是不认识他 嗯 但是是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嗯 做各自做的事情 嗯 所以呢 呃 你如果问我说 嗯 我觉得柯文哲应该是没有那个包袱 嗯 嗯 是 对我对很多事情很好奇 嗯 也愿意去花时间去了解 嗯 除了我自己的本业之外 是 对 所以我是这样觉得 我相信你的观察力 不管 嗯 所以 所以 手法你四个都有一些意见 对 呃 都好像不见得能够承住 所以让你去 让这个法国部长能够独立好好去作业 没因为你问我 我就不想要讲场面的漂亮话 不要讲讲那有什么意思 对 我就很诚实的把我的观察 ok 跟我在想的事情 嗯 就跟韦中哥还有听众朋友分享 好 我们再讲回来 你现在有个公益团体 就做刚才两件事做得很好 你有一个自媒体 所以 自媒体 当然你有你的粉丝啊 有你的大概去听你的自媒体人 是 你这个团队也在做很多事情 像今天的这个IMB 我觉得你在后面这样子 做这么多的接闭的事情 我就有刺激到这个事情 我至少 我这个公民想认为 是 因为我有观察到你 这你的案子一堆啊 不是 都在我手机里面 我一个一个看啊 小心一点 我法务部我认识 私人法务部部长我认识 我比较接近 ok 所以在看这个东西 目前你做起来 你觉得现在你自己的发 因为你也做过执行 一个党的执行主席 你也做过老师 你也做过中研院 你现在到这个像50岁 你做这个事情 你觉得力量大不大 你自己觉得 你现在在这个位置上 发挥的如何 是不是你的战场 还是不够 不够 因为有很多事情 嗯 其实当你想做 嗯 但你手上面有公权力 资源不够 资源不够 你手上的资源不够的时候 你会做的很辛苦 了解 譬如说 你要去查一些弊案的时候 嗯 那其实查弊案最重要的就是金流嘛 嗯 譬如我就很好奇 刚你讲到IMB 嗯 这要封他们诈骗的金额 嗯 是几十亿 对 那那些钱 即使他生活 90亿嘛 过着再奢命 嗯 你也不可能花掉那些钱 不可能 对 你每天就是大鱼大肉喝明酒 你也花不完 对不起 我们要必须要进王 好 这很有力的 他的战场会出来了 他的目前战场觉得不够 还不爽 还打的不够 我们等一下回来 好 那看看你 你希望的战场 哈哈哈 我看看你 我认为六年级生该出道 不会啦 现在其实民进党用的人 有很多都是六七年级的 国民党也有啊 嗯 也开始有了 可是就是你们时代 我觉得都老都太老了 嗯 我说真的有权有势的人 还是都太老了 嗯 我看了 我 even 包括中国大陆 包括很多地方 日本也老 诶 但我觉得 中大陆不会哦 中大陆 淘汰的 中大陆年轻的 我这一行 蛮快的 我这一行很厉害哦 我至少说我这一行 我2019年的时候 我有个高中同学 跟我很要好 我们那时候高中是每天混在一起 嗯 然后他回来台湾 嗯 他去中国那边做生意 他很早就去了 哦 我觉得中国现在年轻人很厉害啊 对 然后他回来跟我讲 我觉得日本很很很懒 他2019年回来找我 嗯 带他女儿 他跟我说他退休了 他跟我同年呢 哦真的 对 然后我非常惊讶 他做什么 呃 不是不是 他是在做那一种 呃高科技厂的 嗯 他说在他们那一行 浩高 浩光 年轻的时候非常的潮 对对 像华尔街一样 把你压干了 华尔街 然后到他的这个年纪 嗯 他跟我讲说他已经财富自由了 嗯 但是他也必须要走了 嗯 就是换年轻人上来 嗯 对 他们那边新陈代谢还蛮快的 厉害 他们现在我们这行 也是我们这行都都很年轻 而拼力很很很够 因为其实不是年纪 你是内燃机的问题 就你对这个事情啊 你做起来你就自己很愉快 是 就像以前做 你做这次媒体一样 等等等等 像你做的工作 你自燃机就很 但是自燃机 你就觉得如果不接党接派 是不够的 嗯 你怎么办 战胜怎么办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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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哎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黄国昌 黄国昌呢 是现在是 现在正确的工作名称是公益 接避即 催哨者保护协会的理事长 这两件事情呢 跟想人家找 想让他做法 部长的某些业务 是重结的 然后我个人呢 如果私下开玩笑 我说你要做私人的法部长 哈哈哈哈 可是呢 你刚刚讲了 你你目前50岁来讲 你这两件事情 你做的算愉快 是 有意义 你的自媒体呢 也比你在在 其他媒体上节目的时候呢 有力量 而且表现的很好 就我看了 不敢不敢 然后呢 你的这个 有点礼貌 是 战神有点礼貌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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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战场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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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没关系 好 然后呢 呃 你也做得很愉快 也做得很好 现在也不是 现在算没有离开 时代力量 但你已经不是熟悉了啊 然后 也不是立委了 你做得很愉快 但是你觉得这个战场 对你来讲还不够 对不对 方向是对的 但是 后面的 整个支援的不对 对 我这样说好了 第一个是我很 呃 我很珍惜 现在跟我在一起做 这些事的这一群伙伴 都这个协会 对因为他们大概就是我2020 离开立法院以后 嗯 嗯 就呃 其实只有两个 过去 嗯 是我在立法院时候的助理 嗯 其他的都是新进来的年轻人 你觉得跟他们跟你合作 也很愉快 你也很对 因为呃 从某个角度上面来讲 我从他们那边 嗯 学到很多东西 也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他们会给我新的想法 说老师你讲这个东西 你这样子讲 你不要犯这毛病 你就我知心女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不要前面讲一大堆好听 你就先去问那个中心轴 是 所以你是不是会还会去从政 会还会 所以你还是需要一个大战场 我 我必须要讲哈 这件事情 我的确在 在716办完了以后 我有陷入非常深的思考 你会跟谁讨论这个事情 你说这件事情吗 对 就是你觉得 你这个思考的内容啊 这思考内容变成说 你也看了这个在 这个716的时候的广场 的一些现象 一些人的组合 呃 一些一些等等 你有陷入一个思考 是觉得 什么样的思考 第一个思考就是说 呃 对我自己来讲 呃 是要继续留在公民社会 跟政治彼此之间 对我来说 齁就是 那个 因为2020年我离开立法院的时候 其实我必须要老实讲 嗯 我那时候有一点 relief 因为那四年 某个程度来讲 我有点burn out 嗯 好像把自己炸干了 了解 什么都没有剩 嗯 所以我2020年离开立法院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的心情相对而言是 轻松而愉悦的 还有一点就是 所以说 时代立法院这些 一开始奋斗这些朋友 有些跟你的想法 立场 或各方面也不太一样 也会不会让你有点burn out 呃 我必须要说 每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想法 跟决定 知道了 你这话都听过了嘛 对那我就只能尊重嘛 好 但对我来讲 齁是 我当初为什么参加这个政党 嗯 那我为什么很清楚的说我不当小绿 其实我已经从我的具体的行动 对 做给大家看了 里面是没有人 只希望你只希望你打蓝的不要打绿的 也有可能 当然了 好 话题到这边结束了 了解了 现在就继续说 那个时候你离开了立法院 有点觉得蛮好的 relief 有个新的概念 对不对 那经过这些过程 你七一六完之后 你又觉得另外一个体量跟体会 对不对 对 因为 我必须要老实说 以我们在做的事情 跟我在care的事情来讲 齁就是 呃 我并不是全盘的否定民进党过去 在这几年他们所推动的一些政策 是 但我必须要很不客气的说 嗯 现在民进党在使用权力的方式 跟我们那个时候所讨厌的老国民党 嗯 已经快要清出于懒了 对因为外面有种讲法 听众朋友有姑且听之姑且望之 你也是听的 有点像说 国民党也黑金 但国民党呢 你抓到他呢 或怎么样呢 他还多多掩掩 现在民进党明的干 你这个笑 在直播里面我看过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个笑有些含义我了解 好 我们就到此为止 好 对那 继续 所以我觉得呃 有一些我很重视的价值 所谓一些我很重视的价值是说 我是法律人 嗯 我就从我身边 我熟悉的人 开始讲 嗯 我其实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 不管是我自己在当学者的时期 嗯 还是后来进入政治的场域 嗯 我对于基层的检调同仁 嗯 我其实都是一向力挺 了解 你过去会看到我如果会批评的话 我只会批评上面的头头 对啊 所以你保护这个保护吹哨者也是你认为很重要 因为我知道基层他们有他们的无奈 对 好 那但是这两年我真的就是听到太多 他们在那个位置上面 他们会觉得很夸张的事情 对 基层的人如果一少掉热情 就会不想干 对 嗯 所以呢他们会觉得说 如果已经在那个位置上面 那这个也不行 嗯 那个也不行 嗯 还要看上面的意思 嗯 那到底做这件事情 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美国 美国有个学者最近才研究 所有的基层公务人员开始 那个叫SIGZAG 那个他研究 所有的基层人员开始 就公务人员了 变成很冷漠的时候 他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他一热情就会被排挤 会这样状态 这还是美国的 好 我们讲回来 所以你观察到这个状况 你发觉 可是你现在 我现在比较了解是说 你现在思考是有可能 回到政治的立场 政治的位置上去吗 呃 我必须要讲是 的确是有在往这个方向迈进 但 如果是要往这个方向迈进的话 嗯 那呃 什么样子的一个战斗位置 嗯 最能够去实现我想要做的事情 嗯 那这个就会变成是 中间最困难的地方 民主社会大概就是 要不然就是有选票 做民主代表 是 要不然就是你有媒体 是 你有很巨大的媒体 可以发挥某方面的力量 自媒体会比较难 对 因为自媒体很多 是 尤其你这么优秀 这么专业 而且讲话也有魅力 不敢不敢 真的真的 可以了不要 所以我的意思说 也会比较难 你也想过这个问题 对不对 嗯 你这个战神还是需要 战神是需要战场的 所以要扩大那个大的战场 有多一点的support 你有想过 有 所以呃 其实这段时间 我除了自己了 其实每天都在跟自己对话 你这种事情会跟谁谈 跟你老婆 不会 不会 就你自己的谈 完蛋了 我这样讲完 我今天晚上回家就糟糕了 太好了 就等于话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因为我老婆会常常骂我 骂你什么 说你的决定 为什么我都是从媒体上面看到 我觉得你怕他担心 是啦 是啦 你怕他担心了 他其实他们家也是 因为我的关系被牵连很多 所以 你们法律人的时候觉得很奇怪 就是 这个事情就 就像你讲 就像你那个处理你自己家违线 这个事情 该办就办嘛 你就办嘛 对不对 就比如说要罚钱 还是要拆除 就办 对不对 这是法律上解决问题 可是媒体人 他是dramatic 他要把它戏剧化 而且现在媒体更戏剧化 是 you know what I mean ok 对 所以你有时候要有一点 要有一点performance 那你就觉得performance很烂吧 他妈有什么好那个什么的 可是你看 这个社会就是很多东西已经 已经mix在一起了 你也了解了 我觉得你也了解了 是 你也试图交些朋友嘛 你不能 你如果老交那些 不是你的朋友 如果欣赏你 那都是有点正义感 啊 正义感很强的人 不管他判断力是对还是错了 哈哈哈哈哈哈 會喜欢你了 但是 有一些就是 我觉得performance 还是蛮有 蛮有道理的一件事情 我的长派我的长辈啊 现在的确是分两派 嗯 有一派就是要回去政治 嗯 然后另外一派说 那你为什么不考虑去做媒体 媒体 但是 有点难 现在媒体的环境也不好 嗯 对啊 不还有你的个性呢 你就说你不是好的经营者吗 是 你要跟别人合怎么合 这是一个大问题 是 因为之前吧 大概2021年吧 那个时候的确是 有一家电视台来谈 希望呃 我可以在他们那边 主持一个 类似像政论性的节目 不组织节目 你现在做次媒体就可以了 嗯 因为节目长久不知道 而且你做节目 台会管你 所以我那时候开的条件 嗯 不能管我 不能管我 我从小做节目就是 你不要管我 我到我写 我在金钟馆写专栏 在这边做节目 在电视台都不要管 管我就不做 我自己想办法 是 我钱不要赚那么多 是 大家好 我是王伟忠 欢迎收听给《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访问的 以前在社用时代 就外号战神的黄国昌 黄国昌做过很多事情 也做过律师 也做过中研院 啊 也做过立委 也做过这个呃 一个一个党的这个执行 执行主席 是 现在呢 是一个公益团体 公益揭闭 即吹哨者保护协会的理事长 做的是这样的事情 做得也很愉快 也尽量在揭闭 甚至刺激 很多吹哨者 能够帮他们帮这个社会 到一个正常的现象 因为他有一句话我很喜欢 他说不要让那个 所谓现在的善良的人 觉得失落了 让这个坏人被鼓励了 这话我觉得 不太像学法律人像是讲出来的 不然蛮有道理的 哈哈哈哈 但 你如果呃真的去看哈 我们第一线的 检调 嗯 那他们会有很深的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看到的就是说 对对对对对对 一个又一个失望奔奥 然后选择离开那个地方 对 所以我们讲回来嘛 就是能内燃机意志都很强 不管各行各一开始进行业的时候 后来会慢慢被消耗 可能是外在的环境 那看你自己就是嘛 我们刚讲说 你经过那么多过程之后 你现在做这个很愉快 可是你觉得可能support不够 所以要做 就像很多人想 为什么要到体制内革命呢 因为他能够发挥力量 给一到体制之后 叫含无纳购 一含无纳购人挂了 长的样子也不对了 气也 那个气就没有了 嗯 你小学的同学跟中学的同学 不认识你的眼神了 因为你变了 是 你要保持自己的时候呢 你就是 就是 你就这样子 就是采取人安乐 老的回家做 到了60岁 人过65 人身在跳舞 就慢慢那个什么了 是 所以你还要结合团队 嗯 结合团队 小团队大团队或怎么样 像你像长辈跟你讲的吧 你要不然就做媒体 啊 要不然就是 回去政治 回去政治 嗯 可是你回去政治 你就要大的党或怎么样 就支持你 是 因为台湾第三岁率真的很难 是 可是这两个我看你大概也很难 很难 那你的战场在哪里呢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我现在也还没有答案 我也是你长辈 我觉得 我会若欠年轻人的话 我想说 最好的未来就是自己创造一个未来 主党 啊 主党 你主过了 哈哈 没有我真的没主过党 OK Anyway 你们是一个 你们是一个团队嘛 是 嗯 主党 柯文哲也在主党 你也从柯文哲上可以看到一些状态 是 那你自己也说你不是一个 你不是一个很经营者 是 你把你自己这个问题讲出来了 嗯 你把自己讲那么清楚干什么 那郑正如把话讲很清楚的 白痴 蠢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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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啊 嗯 站在第一线打仗 对 这个是我对我自己的认识 因为 呃 如果要打仗的话 嗯 我就觉得 就是要站在第一线干 对啊 所以我就讲 我本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看那个战神 你说的战神 希腊战神阿基里斯 啊 他的毛病就是在剑 那个叫 那个后面后腿跟 是 射了剑就挂掉了 你的弱点是在哪里 你若要做一个战神 领导千军万马战神才能打天下 你认为你的阿基里斯剑在哪里 过去 嗯 嗯 有长辈跟我说 嗯 说我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分配资源的人 嗯 嗯 那对我来讲其实我那时候完全听不懂 你小时候不太有交朋友的呗 嗯 其实也不是这个样子 OK 我们但是我的朋友就是 就大家自同道合嘛 要玩就一 就一起玩 哦 讲何来 继续 对那我其实那个时候听不太通 他讲的是什么意思 嗯 嗯 那我后来慢慢了解了 嗯 但我有一点怀疑 嗯 我做不做得到那样的事情 嗯 这个是自我的 醒世了 嗯 那第二个事情呢 是说 呃 可能在 跟大家一起走的时候 嗯 呃 他们说 你不能够 眼睛只有那个目标 一直往前面看 嗯 你要注意你队友的步伐 哦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那时候说 诶 一个人走得快 嗯 但一群人 才走得远 对对对 这个是常大家常讲的 对对 那只是呃 对我来讲是说 我不太会去处理人跟人的关系 嗯 我比较多的时间啊 嗯 就是放在做事情上 嗯 所以我们团队的同仁最常听我讲的一句话 嗯 就是做事的是 时间都不够了 嗯 还在搞这些狗皮倒灶的事情 嗯 但有的时候 呃 可能花时间去处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人的情绪 也是很重要的 不觉得人活到50岁改不了了吧 人的个性 决定自己的命运啊 这事就老化了 我也有一点担心 所以其实我一直希望说 嗯 该怎么说呢 就是说呃 呃 我其实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成是一个leader 嗯 我比较把自己定位成是一个fighter 全台湾人很多人 人都认识你 你这个阶段是要这个孤独英雄呢 孤独战将呢 还是去结合某些某些 我说孤独也不完全制度 你有个team啦 是 这样做事情 对 不过我就说 我听过最有名的一句话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就是人 没有办法过去就过去了 未来不可期嘛 是 活在当下最好 我刚才访问一个老老老老先生 做得不错 嗯 我就问他你84岁了 活得很健康也很 他就说把今天做好 这话也是老话 是 有一个话讲的意思就是真的 如果不知道未来就创造未来 因为你未来不知道 以后会怎么样 像你年轻人身上 年轻人身工作 他也知道怎么之前的工作 以后会怎么 AI这么厉害 搞不好工作就没有了 是 所以创造未来是蛮重要的 我看你创造这个 你创造这个理事 这个这个协会 你创造你自己的这个直播 我觉得蛮好的 蛮好的 不敢啦 其实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我们还是有个team 大家一起工作 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 我觉得 不要创意不在大小了 但是我不是教你 就把你自己的人生录 是 可是基本上我觉得把现在做好 就会有人来找你了 是 是谁在说 因为人有三件事嘛 一个自然发生的嘛 一个你要做的嘛 一个是别人找你的嘛 是 这三件都 但是你基本上 其实你做事情在某方面也蛮危险的 就是说就说有些有些人会问你说 你说这个事情会不会有被人威胁啊等等等等 我觉得你也处之泰然 是 这个态度还蛮蛮好的 虽然你心里怎么想是一回事 但你的家人也支持你 是 孩子也支持你 但活在正常的轨道上面 我觉得这个就是代表还好 是 对 我们现在在广告嘛 对 我赶快把它弄成 不会静音不会震动 sorry sorry 没关系没关系 因为我刚刚疏忽了 没有把它调成静音 没事 是 我赶快把它弄起来 音效 林达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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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林达佬 OK好 这样就好了 回家比较多是被骂了 我老婆真的是很支持我 但是她还是会骂我 老婆会了 她骂你什么 她骂我说 你有一天在外面被打了 我都不知道谁打你 因为想打你的人太多了 得罪太多人了 这是我们眷村孩子好处 我们眷村小时候常挨走 也常打架 是 所以你对这个事情呢 有时候就会觉得 就会碰到 OK 被围殴是最痛苦的 但是围殴完了之后呢 你就会觉得 也就这样子 其实我最有成就的事情 我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是改变我岳父 她是 她就真的是 深蓝 极蓝 极蓝的 然后她一开始讨厌我 讨厌的不得了 对 后来开始喜欢你 后来她就开始 她认识我以后 她就认识我这个人 知道我为什么想做这个事 这是好事啊 这就是 你最关心家人 大家支持你 知道你是什么人 这个是 你别看 这就是我讲的创意 我常讲创意 会做事情不在大小 那是你的内燃机 就会觉得被被灌上机油 是是 所以你把这个事情做好是好的 再等 嗯 对 大家好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给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黄国昌 黄国昌呢 现在是公益揭蔽 即吹哨者保护协会的理事长 自己也有直播 大家花时间可以去了解一下 黄国昌在做的事情 今天呢媒体上想这个 IMB这个所谓的非法吸睛 其实他在这方面也尽了很多力 然后他还在做很多这个弊案 的一些工作 希望能够揭蔽 也希望能保护到很多的所谓的催哨者 因为他觉得很多基层的公务人员 或者基层的一些人员 其实是非常好的 可是很怕被磨到哪天 来一点内燃机 一点热情都没有了 所以他也是做这个催哨者 保护协会 那说到他自己 他现在做的这个事情 那当然他需要有更多的support 今天做这个广播原因呢 我们就知道你需要很多的support 但是可不可以 是要扩大编织呢 还是怎么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我觉得你目前做的事情 你是有成就感的 也说得很愉快 是 对不对 是 OK 然后你有件事情我听过 你是不认不希望 你所谓的公民社会台湾 当然你说台湾的公民社会成熟的 我不认为 是 然后 你还有一个你希望的是年轻人不要活在一个没有希望的社会里面 对 那公平正义就很重要 是 司法是一个皇后的争操 如果这个本身已经没有公平正义的时候 年前没什么好混的 是 没有地方讲道理 OK 所以你们最近有看过一个网络上叫山道猴子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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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你不料 连康熙来了你都不知道 山道猴子不知道 哈哈哈 sorry sorry 他就是想一个一个这个大学生 反正他就在生命中的打工 是 然后呢要想买一辆重机车 就是 在这个跑山道的时候 可以吊吊马子啊 年轻人很正常 对 可是基本上他那个叫exquisite poverty 就是 说就是一个很精致的贫穷心情 是 就是他对未来不见得有希望 这个这个你可以去看一下 就了解 你很多年轻人现在 很多年轻人现在 能不能够关心太多事情 他那自己的生活 是 租房子 低薪 他 压力太大了 太大了 太大了就像前两天做直播一样 你比较国民党的时候 跟现在 哦 贫富悬殊距离差更大 是 那蔡英文那时候说 我们一定可以改进 对 我 其实我讲这个主题还蛮神奇的 因为从我在今年五一劳动节 把那个数字的比较局限度做出来到今天 那时候批分马英九嘛 对 民进党到现在哦 嗯 从上到下 没有回应过 没有回应过 好 而且明目张胆都不回应 因为那个是客观的数字啊 你对 你做直播或你做 你做这个 这个所谓协会里面揭闭这个 民党不回应你 你会 你会有失落感吗 不会啊 你就继续做嘛 对不对 因为我其实每次做完一集节目 比如说我这个礼拜一 嗯 我做的是呃 绿能的弊案 对 那我其实我 我其实是支持绿能这个政策 光电蜘蛛网 对 但是你不能这样搞 对 好 我礼拜一做完这个节目 嗯 我到今天嗯 我还一直在继续收feedback 嗯 因为呢有一些 譬如说像台湾绿能他们自己内部的人 继承的人 很惊讶 就问我 所以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内幕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啊 然后我今天还跟其中一个人通电话 嗯 说你觉得我讲的对不对 嗯 他说你讲的都是真的 嗯 所以大家才会吓一跳 嗯 哎但 就有趣了 嗯 我礼拜一其实对台湾绿能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指控 嗯 那甚至请教那个时候的董事长 现在是内政部次长吴龙辉 嗯 请他回答问题 嗯 到现在 台湾绿能 包括吴龙辉 包括现在的总经理等等 嗯 对于我公开讲的事情 嗯 他们完全不敢否认 嗯 但他们选择的方式 嗯 就是冷处理 不要回应 嗯 那我能够期待的是说 哎 如果我们立法院里面 嗯 有一百多位立法委员 嗯 他们看到我做的东西 嗯 我现在的立场就是说 我也好协会也好 我们做出来就是公共财 嗯 大家就拿去用 嗯 我也不会跟你主张什么copyright 嗯 没有这样的事情 嗯 媒体要用 只要不要 变造扭曲 嗯 都拿去用 立法委员也可以拿去用 嗯 我现在唯一能够期待的只有说 等到立法院开议的时候 嗯 会有认真的立委 嗯 他们继续去追 我还是期待真的掌握权力的人 他们能够 其实他们来做这些事情 或是处理这个问题 从我的角度来讲 那个是只要花一点力气 就可以马上处理掉 谈指之间的事情 对 那你何必把大家搞得这么累呢 这是不对的事情 嗯 那掌握权力的人 就把这个事情好好的把它纠正过来 嗯 这样对整个国家社会都是好事啊 是啊 是啊 可是 你要到那个权力的时候 你就要做很多你不想做 或不能做的事情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每个人扮演角色不一样 那你现在扮演这个角色呢 就是一个私人的法务部 哈哈哈哈 私人的 私人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吹哨者的保护协会 可是可能就有他的力量 至少我看到是有这样的机会 就这样子 我们现在只能够说 能做多少算多少 先把先把今天做好嘛 是 人生就三个嘛 是一个自然发生的嘛 是自然发生就是 没事就是牙痛啊 是水痛啊 太太会骂你啊 干嘛自然发生 一个就是你自己想做的 一个就是别人会找你做的 是 这三件事情伦理都在转 嗯 对 但你把今天做好了 可能我就说 可能有一天就有人找你 OK 对 但有人找你说 你那个你的阿斯里 那个阿斯里斯箭 会不会痛就不知道了 哈哈哈哈 就不知道了 这是一生的 这是一生的学问嘛 是是 不过走到现在 给你这个机会 老天爷给你这个脑袋啊 这个说在司法方面 有这么多清楚的见解等等等等 还有这样子的勇气 太太愿意支持你 这方面 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你就好好把握现在 是 就等吧 是是是 等得云开吧 对啊 还年轻嘛 50岁 哈哈哈哈哈哈 好 谢谢黄国昌 感谢感谢 谢谢主持人 感谢有机会 跟上午节我们再谈一个案子 会怎么样 好啊 好不好 我们改变 非常乐意 我们可以 我做过讽刺节目 我们可以洗消那么高 就把一个案子 可能力量更大 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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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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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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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